吴国庆分析说 之前排查的时候 咱们的重点都放在了曾经有前科的人身上 但是实际上也可能是凶手的家人犯罪 受到了惩罚 导致凶手仇恨公安机关 别忘了 连朱总司令的孙子都给枪毙了 各位知识点啊 有兴趣的搜索引擎 是你的好朋友 吴国庆的这番话呢 让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凶手为什么杀人 如果是和警察有仇 那问题就来了 这得是多大的仇啊 杀妇之仇 把他媳妇给 把他孩子给扔井里了 没有这样的事啊 退一万万步 即便是有 那凶手至少会和其中一名被杀的警察有过很深的过节 如果他是被打击处理过 那也确实有可能会针对整个警察群体 但是对他的处理会有多重呢 十年 二十年 当时改革开放也不到十年的时间 刑法是1979年才制定的 之前一直靠条例和各种红头文件来判刑 1983年 1983年又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对一些案犯的量刑 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很多人觉得对自己的处理太狠了 所以出狱之后伺机报复 当然 这都是大家心里的想法 在这种场合 没有人会说出来 五国清又说 这个人呢 岁数不会太小 照我看 之前划定的重点年龄范围过小了 他得在35岁以上 甚至是40岁以上 这是我根据几个现场附近 凶手留下的痕迹总结出来的 从昨天晚上 董副局长家南墙院外留下的脚印看 这个人在那逗留了一段时间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呢 他多半会左顾右盼来回走动 但是 凶手在现场的脚印很少 甚至曾经靠墙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没有留下烟灰 没有留下唾液 这和枪杀赫瑞臣所长之后 留下的衣物 所体现的特征相同 凶手并不抽烟 而且 他在等候的这一段时间里 丝毫都不慌张 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 很难做到这一点 吴国庆的一番话 让现场的干警们又看到了一丝曙光 重新又活跃起来 尝试着从昨天晚上的案发现场 发现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候 这门呢 咚的一声开了 也不知道是推开的 踹开的 还是撞开的 闯进了一个人 大声的喊 我的枪着着了 枪着着了 说完呢 一屁股就坐在门口的地上 嚎啕大哭 这位 不用说 您也知道了 就是昨天丢枪的所长 汪明灵 原来啊 今天一大早 有三个男青年 到辖区的派出所 掏出一把手枪 进派出所 什么都不说 先拔枪 两名值班的警察 蹭蹭把枪全拔出来了 紧张啊 指着他们 干嘛呀 抢劫派出所 还是忽兰大侠 杀到所里来了 三名男青年 被两把枪指着 也愣住了 一时之间 双方形成了 对峙的局面 这时候 两名警察发现 这小年轻拿的枪 他就是拿着 并没有指向任何人 但是他们也不敢松懈呀 拿枪指着他们 喊 不许动 把枪放在地上 慢慢的放 拿枪的年轻人呢 都吓傻了 两把枪指着自己呀 动作非常僵硬和缓慢的 蹲下来 把这枪平放到地上 一名年长点的警察 端着枪走过去 把年轻人放下的手枪 踢回自己这一遍 然后命令三个人 趴下 手抱头 全趴下 看这几个人还挺老实 老警察过去 挨个摸了摸 发现 没有其他的武器了 同时赶紧喊来人 大家 一块把他们控制住 咔嚓咔嚓 全都靠上 带到审讯室 到里边 仔细一问呢 才明白 仨小伙子 石金不昧 在一个雪堆旁边 找到了一把枪 就想着 这东西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咱自己也不能留着 得赶紧给派出所送去 结果这事 倒霉就倒霉在 进门您先说话呀 他先把枪给套出来了 结果呢 当然是皆大欢喜 张福田局长专门过来 高度赞扬了他们 同时 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又白蹭一鼻子一脸的灰呀 大冬天的 在地上趴半天 张局长呢 以公安局的名义 奖励他们每人 五十块钱 随着案情分析会的结束 专案组 马上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排查 这一回呢 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政策 对城里面 所有的士陵男青年 进行全面排查 重点 放在三十五到五十岁 这一段 算上马福林和张福贵 全家被杀后的大排查 这已经是忽兰县的第三轮大排查了 然而 排查的结果和前两回一样 虽然各个辖区的干警 从作案时间上进行了严格排查 忽兰县城内的男子挨个过关 即使出门在外的 也都进行了细致的核实 但是凶手 似乎再一次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什么感觉呀 好像这凶手 就从来没有在县城里做过案 但更谈不上什么离开 他就像一团空气一般 和天空融为了一体 董忠行和乌国庆的脸色 也和专案组其他成员一样 逐渐变得憔悴 在忽兰县待了足足半个月之后 两位刑侦专家 不得不带着遗憾返回了北京 但是刘也张福田 董超他们不能放弃 依然在继续排查 只不过 这个时候的排查范围 已经扩大到江南的哈尔滨了 对于这种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目标的扩大排查 省厅方面也是默许的 毕竟呢 罚警吴振亚被枪杀的那个案子 也还没有破 这两起案子 干脆就放在一起排查 从专案组的角度看 忽兰县和周边地区啊 能查的都查了 这时候 不得不跨过宋华江 哈尔滨和忽兰就隔着这条江 按理说 凶手过江时 14次连环杀戮的概率很小 但是这时候 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有0.1%的可能 都要查到底 在哈尔滨市局的配合下 警方开始对哈尔滨的士林男子 全面按指纹 日子就在这一天一天的调查当中转眼过去 新年就在眼前了 即将到来的是龙年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 这是吉祥如意的年份 但是 即使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珠海惨死导致的忽兰县城上空的那股杀气 仍然没有消失 身居其处的人们 又有谁能真正的高兴起来呢 除非是凶手 不过 传统终究是传统 几千年了 绝大多数的人们 仍然在尽可能地筹备着过大年 忽兰县人民法院 三十岁的法警刘志勇一家 也是如此 在这个案件里呢 有几个是化名的 比如说丢枪的汪明灵所长 他用的就是化名 同时咱们接下来要说的 忽兰县人民法院三十岁的法警刘志勇 这也是化名 由于法警呢 不属于公安的序列 所以没有查到牺牲者的真实姓名 只知道他姓刘 话说刘志勇 这个时候正沉浸在幸福当中 和妻子结婚几年了 有一个女儿 家庭和睦 事业发展也很顺利 从小年开始 他就用摩托车拉着妻子 到各个商店筹办 烟 酒 糖果 这些过年的物品 刘志勇的家 位于忽兰东南边缘 靠着忽兰河 忽兰河从每年的十一月份 就开始结冰 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 才能完全融化 从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 正是冰层冻的最后的时候 河面上不光可以跑人 大汽车都可以跑 所以啊 这时候从忽兰河上来去 是非常容易的 经过一番准备 大年二十八 所有的年货都已经备全了 这年春节比较特殊 没有年三十 所以明天就是除夕之夜 按照习惯 除夕的前一天 大街上还是有很多人 做买做卖 都想把手里的货 尽量地甩出去 自己也回家过个节 所以这时候的街面上 还不是特别冷清 到晚上呢 还有等不及的人 提前到街上来放炮 如果在这种时候 突然夹杂几声枪响 即使周围有很多人醒着 也不会在意 当时电视上还播着连续剧 家里生活条件不错 刘志勇也有电视机 这时候 他的妻子正坐在炕檐上 一边看着电视剧 一边缝褥子 七岁的女儿小蕊 在一边玩 刘志勇挽着袖子 在地上的盆里洗衬衫 洗完之后 刘志勇拎起塑料水桶 到外面去倒洗衣服的水 左手拎桶 右手推开房门 刚往出迈了一步 突然就有一个蒙面人 从一旁鞋刺里边闪出来 猛地朝着他的后背 就扎进一刀 这是一把很长的匕首 从刘志勇的后背 向上斜插着刺入 这刀尖 穿透骨肉 又从左肩膀上钻出来 这一刀 任谁也是猝不及防 谁会想得到呢 刘志勇吃痛啊 撒手扔掉水桶 往前抢了一步 因为扎的不是要害 刘志勇平时也有点基本功 一扭伸就扑向了凶手 跟他就在地上撕打起来 刘志勇这个人 本身体格子也挺健壮 但是挨了这一刀之后 活动受限 这血也是咕嘟咕嘟的往外流 而凶手也是身强力壮 在长时间的撕打之后 他渐渐地占了上风 刘家的门灯是一直亮着的 照着满院通明 就在灯光之下 搏斗之中 刘志勇的左胳膊又挨了对方一刀 晚幸的是什么呀 刘志勇一直穿着警裤洗衣服呢 回家没换衣裳 他的手枪就别在腰间 找个空档 刘志勇手往后腰一摸 把这枪就拔了出来 他的动作被早有提防的凶手 看了个清清楚楚 让刘志勇没想到的是 凶手也从腰间蹬出一把枪来 而且抢在他之前 扣动了扳机 这一枪来得太快 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子弹打中左手 但是他还是非常顽强的拽了凶手一把 导致他的第二枪打歪了 同时 刘志勇也扑倒在地 手里的枪在这时打响 由于身体失去平衡 子弹射向了空中 短时间里联响三枪 凶手觉得不好 闪到房子一边 跳枪逃跑 按理说呢 这个时候刘志勇应该立刻求救 大声的喊啊 把邻居们全招呼过来 人一多 这歹徒就没法再下手了 同时呢 自己也会得到尽快的救治 但是 他在这个时候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认为凶手扭头还会回来 会杀他全家 这都是让之前的案子给下的 所以呢 他强忍着剧痛 拉开房门 爹坐进屋子里 然后 把门栓从里边插上 同时叫他的妻子 好雷跑出来一看 一时都缓不过劲了 就出门 就出门倒个水 怎么了这是啊 刘志勇呼吸急促 他说 我们有危险 快 关灯 好雷 这个时候已经吓傻在那了 脚都挪不动 刘志勇 非常艰难的 自己移到墙壁跟前 伸出满是鲜血的手指 摸到开关 啪的一声 把灯关掉 之后 他把吓得几乎失常的妻子和儿女 紧紧地护在身下 两只眼镜紧盯着窗外和房门 生怕凶手再闯进来 然而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凶手正在逃脱 而追捕他的最佳时机 也正在失去 更可怕的是 刘志勇身受重伤 正在大量的失血 抢救他生命的时间 也正在失去 刘志勇隔壁住的 不是别人 是他父亲 忽兰县法院的干部 刘文 刘文今年五十多岁 身体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这一年以来 不太舒服 所以病休在家 很长的时间了 当晚 刘文一家都聚集在一起 吃了顿饭 父子还喝了点小酒 晚后 刘志勇一家三口 待了一阵 就回隔壁自己家了 刘文靠在沙发上 迷糊了一小叫 起来之后 有精神了 外面出事的时候 他正和老伴 和两个女儿 坐在屋里看电视 刘文啊 是有将近三十年 持枪经验的老政法干部 当窗外响起 砰砰砰三声的时候 他就一机灵 听得出来 这不是放炮 是打枪呢 一种直觉 让刘文感到危险在即 他立刻从沙发上爬起来 一直首先闭了电视机 反回身 又关掉了电灯 然后去抽屉里拿出手枪 直奔外物 像个侦察兵一样 守在门的旁边 屏住呼吸 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 老伴和女儿 这时候也懵了 他们听不出来 是打枪还是放炮啊 就站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紧张地看着刘文 过了好半天 外面没有动静了 刘文用枪口把门 轻轻地顶开一条缝 院子里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又小心地向四周 寻找了一阵 确认没有危险 这才走出来 刘文有两女一儿 儿子刘志勇 虽然和他是邻居 但实际上呢 两套院嘛 属于是单过 出来进去的 也不从一个院门走 刘文家的房门 朝前开 出南院门 走南道 而刘志勇家的房门呢 朝后开 出北院门 走北道 这么一来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想从这个院子 到那个院子 也必须从房前绕到房后 这么绕上一圈 当时刘文建前院 没有异常 却发现儿子家窗户上 也是一片漆黑死寂 显然 儿子也和自己一样 听到了枪声 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开始的时候 他是这么想的 可又一琢磨 怪呀 已经这么半天了 自己都出来好大一会儿了 儿子 怎么还没动静呢 刘文 见儿子家一片漆黑 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 但是呢 他没有马上赶过去 而是回到屋子里 叫老伴 赶紧到东头的杂食店 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 他没有叫两个女儿去 可能是认为 天已经黑了 女孩子出去不安全 1988年的忽兰 居民家里很少有装电话的 即便是刘文这样的中层干部家 也没有电话 东头杂食店里装的是收费公用电话 在这附近一片居民当中 就这么一步电话 老伴儿去打电话之后 刘文持枪留在院子里 监视动静 刘文的老伴儿五十多岁 本来心脏就不太好 这么一紧张啊 更是蹦蹦蹦蹦 跳得厉害 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敲开东头杂食店的门 却干张嘴 在那儿捣气 呼吱呼吱的 说不出话来 杂食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啊 也是云里雾里 怎么了 先进来坐吧 喝口水再说 这有心脏病的人呢 跟咱们正常人跑急了 不太一样 您坐这儿捣半分钟 没事了 可是刘文的老伴儿 坐在那儿啊 捣了十几分钟 才觉着心跳 慢慢地平复下来 气呀也喘云了 这才哆哆嗦嗦地 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电话打通了 但是呢 他又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光说呀 刘文听到外面有枪声 好像附近有人开枪 然后又补充一句 他儿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 灯全灭了 八成是出事儿了 派出所的值班民警 赶紧向局里报告 当时是副局长董超在值班 同时还有一大批的公安干警 整个待旦 七分钟之后 董超就带人赶到了现场 刑警队包围了刘志勇的院子之后 并没有贸然地闯进屋里 而是仔细地听取了刘文的汇报 根据房门紧闭 而且窗户毫无破损这个情况分析 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 凶手仍然在屋子里 第二 凶手已经做完案逃走了 经过判断 董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凶手做完案 是绝对不会在屋子里待这么长时间 等人来抓的 他命令刑警队做好掩护 同时一些警员从门入室 谁知道 这门拉不开 咱们前面说了 刘志勇把门从里面给锁上了 刘文就向窗户里喊话 志勇 公安局来了 开门 他喊了好几遍 里面果然有了动静 郝雷在恐慌了一阵之后 渐渐地镇定下来 可是呢 他仍然紧紧地依偎在刘志勇的怀里 一动都不敢动 可刘志勇的声音和喘息 已经慢慢地微弱 搂着妻女的两个手臂 也松软地搭了下来 郝雷在紧张当中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直到听见公公的喊声 才有所清醒 胆子也壮起来 他推推刘志勇说 志勇 公安局的人来了 公公在外边喊呢 可是刘志勇并没有起身 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然后非常艰难地说 去 快去 开门 外面的人进到屋里 一眼就看见倒卧在炕檐下 浑身是血的刘志勇 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众人赶紧用车 把刘志勇送到了就近的疗养院 怎么上疗养院不上医院呢 抢救啊 有一个就近的原则 哪进上哪去 争分夺秒 二来呢 疗养院是省里设在忽兰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医疗设备和条件 那都比别的医院要好 郝雷和女儿也要跟着去 被张福田拦住了 一来呢 怕他们去没有用再受不了 二来呢 先把这事情说清楚 看能不能啊 赶紧抓到这个凶手 刘志勇被抬上汽车的时候 又清醒了一点 他流着眼泪跟妻子说 我没事 你放心 照顾好孩子 我养好就回来 郝雷见他这么说 心里也宽松了一点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就是他和丈夫的永别 在张福田和董超的直接指挥下 又一场紧张的搜捕展开了 对江七频频地传出呼叫 电话铃声不断地响起来 所有的警车和摩托车全都出动 刑警队员牵着警犬 从事发现场向四处出击 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追踪 上次珠海被害案之后 省破案指挥中心 特意调拨来一支警犬队 由四支训练有素的警犬组成 这些警犬比忽兰县的本地警犬更出色 所以被寄予了厚望 四条犬来到刘志勇家门前秀了秀 果断地绕过外墙 向一条小巷里跑去 但是跑着跑着 几条警犬就分开了 其中一条被训犬员认为是最出色的警犬 出了小巷一路向东 一直追踪到了忽兰河上面 然而在冰封的河面上 警犬停下了脚步 左右看了看 不知道为什么去舔了一下 冻在冰层里的铁毛 在寒区生活的朋友都知道 有这个经验 您别说拿舌头舔了 手上有汗 冬天您要是握一下外边铁的东西 直接就冻住 拿都拿不下来 何况是舌头了 上面都是唾液嘛 警犬的舌头一下被冻在了铁毛上 他用力一睁 这舌头啊 破了 滴出血来 警犬痛叫了一战之后 再也不往前追了 而其他的三条警犬 朝各个方向追了一程之后 也都停了下来 失去了目标 这个时候 忽兰全县已经戒严了 大街小巷上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被盘查审问 但是 张福田的心里便清楚 如果警犬都没有收获 那这次追捕的条件 还没有上次在董超家门前枪杀珠海的时候有力 上次凶手和珠海虽然没有搏斗 但是在案发之后 第一时间 各路人马都出动了 这回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才开始布控 对于凶手而言 这时间太长了 这个夜晚 忽兰的公安干警全体出动 本地几位知名的医生也被人从家里请了过来 到疗养院抢救刘志勇 半个小时之后 刘野和省城公安部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 带着法医专家也从省城赶到了医院 湖兰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全都聚集在这 疗养院里成立了一个既指挥搜捕 又指挥抢救的临时指挥部 一直到天亮 所有的人都没合眼 医生已经尽了全力 但是因为时间耽误的太长 失血太多 又形成脑水肿 最终抢救无效 这个时候 专案组还没来得及从刘志勇的口里 得到太多有关犯罪分子的情况 他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他知道的 他很强壮 头发不长 当除夕的黎明到来的时候 刘志勇停止了呼吸 直到半个月之后 他已经有些精神失常的妻子 好雷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 他不停地对女儿念念叨叨地说 你爸爸快好了 快出院了 就这几天 他就回来了 当天晚上 对现场的勘察就有了结果 刘志勇的枪击发了一次 现场留有弹壳一枚 同时呢 还发现另外两枚弹壳 在墙上发现一个弹头 经过检验 就是马弗林的那支五四式手枪击发的 又是他 他又杀死了一名警察 然后消失在了黑暗当中 说到这儿呢 正好有朋友评论 说五四式手枪啊 不可能压进十发子弹 弹夹正规是压七发弹 如果枪塘里还有一发的话 是八发 有的老弹夹呢 里边弹簧松了 您使使劲 能够压进八发子弹 加上枪塘里的 最多是九发 咱们文章里写 丢的那把五四里边 压了十发子弹 咱们前面说到 丢的那把五四里 压了十发子弹 大家纷纷表示 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就是作者比悟 再加上 我也不懂 就给他念出来了 那咱们更正一下 丢的那把五四里 有八发子弹 就说三天之后 忽兰县委县政府 又召开了 进一步发动群众 依靠全县人民 争取早日破案的 动员大会 县职机关干部 还有公检法等等 部门的负责人 都参加了会议 省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厅厅长 白景富 倒会讲话 这时候 杜电舞已经退居二线 白景富 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厅的厅长 在会上 他不点名的 严厉批评了一些 公检法干部 在案件发生时候的行为 他说 本来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是我们自己人 遗误了战绩 我们有的公检法干部 甚至是有二十几年 政法工作经历的 老公检法干部 当案件发生的时候 表现非常令人失望 在自己亲人 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不能挺身而出 贪生怕死 以至于造成了 非常可悲的后果 这是说谁呢 就说刘志勇之爹 刘文 刘文父子有两把枪 如果他在听到枪响之后 能够快速地出来 犯罪分子是不容易逃掉的 至少不会像现在 这么从容逃脱 他逃跑必须翻墙 刘文如果抓住这个时机 连续开枪 很有可能当场把他击毙 同时 刘志勇当时也还有开枪的能力 犯罪分子 很可能被两面夹击 至少会让他受伤 而刘志勇 也会得到及时的抢救 脱离生命危险 其实呢 从刘文家冲南开门 刘志勇家冲北开门 咱们就能决出点什么来 这父子俩的关系呀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白京副说 某些政法干部 在生死关头 缺少大无畏的勇气 没有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那你还要枪干什么 党和人民交给你那支枪 是干什么用的 连你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 你还能保护谁 白京副同时认为 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破案 除了干警素质和犯罪分子狡猾等等因素之外 还是发动群众不够 这个凶手 多次猖狂作案 最近的一次 是在和政法干警有过血肉搏斗之后逃走的 他身上必然带着大量的血迹 所以 在作案逃跑的过程当中 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 不可能不被任何人发现 关键是什么 没有群众举报 策划这么一起缜密的谋杀 之前必然会来踩点 也必然会有人看到 但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提供相关的情况 白警副觉得 除了继续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之外 对提供线索的群众啊 一方面要做好保护 另一方面要加倍的奖励 众赏之下 必有线索 白警副的话 表面上质地有声 但是内容极为沉重 这时候 这个连续杀害五名警察 五名警察家属 一名警察邻居 众伤一名警察家属的 忽兰八雁 系列残杀公安政法干警案 已经成为了全省 乃至全国的第一要案 开完这个会之后 白警副接到了公安部副部长于雷的电话 告诉他 人已经在路上了 知道你们现在的难处 获取的证据实在是有限 大规模的排查也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除了破案 我们都别无选拨 第二天的下午 公安部的人来了 这回来的是公安部刑侦局另一位局长周年山和侦察员谢小青 这两个人的到来 这两个人的到来比上次董忠行和乌国庆更匆忙 在哈尔滨的省公安厅小会议室里 举行了忽兰八宴系列残杀公安政法干警案的高规格案情研讨会 白警副、张新峰、崔道直、陈永才、刘野、张福田、董超 以及刚刚赶到的周年山和左小青都参加了会议 周年山首先提出一个假设 他觉得凶手应该对刘志勇家的情况非常熟悉 他敢于在刘志勇家门前杀他 这就是非常的胆大妄为 刘志勇住在法警宿舍区 不仅他父亲住在隔壁 周围也有其他法院的职工 凶手在这儿作案 枪一响很可能会被围捕 但是他选择这个时机呢 又很巧妙 大年二十八的晚上 第二天就是除夕夜 不少法院职工都不是本地人 回老家过年了 而鞭炮声又掩饰了枪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周年山又提出了第二个细节 凶手为什么不像杀珠海那样 直接开枪呢 如果直接开枪 刘志勇应该没有丝毫反抗的机会 之后他就可以进入室内 杀死刘志勇的妻子和女儿 陈永才说 我想啊 他并不想开枪 如果能用刀 快速地解决刘志勇 进入室内之后 可以在短时间内 杀死两个女人 再逃离 上次珠海被杀之后的大搜捕 对他的震撼 应该是很大的 说不定包围圈 跟他是擦肩而过 所以他想尽量地 不惊扰到周围的人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 这确实有可能 张福田更是眼中放光 觉着自己几个月来的调兵前将 没有问题 周年山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 我觉得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凶手的目标 不止于此呢 张新峰的眼睛瞪大了一下 您的意思是 他还想杀刘文 说这话的时候 他语气不是很坚定 倒不是害怕发表意见 而是刘文的名字呀 和现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 重名字都一样 所以他有点犹豫 周年山倒是挺坦然 对呀 我看哪 他就是想杀刘文和刘志勇 两家人 这个分析是非常大胆的 刘志勇和刘文都是带枪的 公检法人员 刘志勇身强体壮 凶手敢于一次杀两个带枪的人 这胆子 未免也太大了吧 周年山接着分析说 刘志勇虽然也工作了几年 但他只是一名法警 平时工作中得罪人的机会很少 倒是他父亲刘文工作多年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刑事厅工作 照我看 凶手最终的目标 就是刘文 刘文 半大老头子 身体不好 对付他并不难 但是家里有两个女儿 还有老伴 而且儿子还住在隔壁 要是杀人的过程当中发出点动静 刘志勇肯定会拿着枪过来帮忙 到时候就不好控制局面了 相反的 如果先把刘志勇一家杀死 再翻墙杀刘文一家 这就容易的多了 大家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 对照凶手的表现 他杀伤刘志勇之后立刻逃走 而不是给刘志勇补枪 这说明他知道隔壁的刘文一旦出击 自己没有好果子吃 旁边的谢小青说 在离开北京之前 刘局长曾经和周局长和我们探讨过这个案件 他觉得凶手在杀人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定顺序的 他杀死张福贵和马福林全家的时候 目的是为了抢枪 而杀死贺瑞臣 这才是报复的开始 朱海被他认成了董局长 所以他实际杀人的主线 应该是贺瑞臣和董局长 而这一次他动手杀刘志勇的目的 多半是为了杀刘文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凶手多半是按照被打击处理的顺序来作案的 他犯了重案 先被派出所抓了 又被带到县公安局进行审讯 之后提交法院审判 这么一来 他作案的时间逻辑似乎就找到了 会场上的人都被专家们入情入理的分析给激活了 大家觉得这案件还是有希望的 这时候周年山说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测他的下一个目标呢 大家都陷入了思考 过了一会儿 刘也轻轻地说 预警 周年山微微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也觉得下一步他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预警了 大家的心里都是一紧 这是第一回有人对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做出推断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下一步就要在全线加强对预警家附近的暗中蹲守 争取在凶手作案的时候 把他直接抓获 其实在破连环杀手系列案件当中啊 相当大的比率都是靠蹲守破的案 因为这些连环杀手的作案目标和活动轨迹 有规律可寻 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之后 大家又对案情进行了一番讨论 但是转来转去 都离不开现有证据过少这么一条 目前的抓手 除了指纹 没有任何真正可以依靠的证据 这就是这个系列案件最困难的地方 周年山说 凶手这么明显的惆景迹象 却始终找不到关系人 这是不正常的 张新峰说 很有可能啊 是根本不会被外人发现的关系 比如说 死生死 凶手和一名女性有了孩子 但这名女性又被迫嫁给了别人 生下的这个孩子犯了罪 被处死了 她的养父 没有给她报仇 但是她的生父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之后呢 就针对我们公安政法干警来报复 这样一种私密的关系 不论怎么排查 只要不是当事人自己跳出来承认 是不可能为外人知道的 张新峰这种架设 让人觉得凶手的身份可能性太多了 实在不利于下一步的摸拍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凶手和被杀害的警察之间的关系 确实难以琢磨 一时之间 与会的各路专家 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场上的争论声 更加的激烈 开完会 在会局里的路上 董超对身边的张福田说 局长 我看咱们向上边请示一下 来个悬赏吧 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也许就有人能提供证据呢 张福田的心里也有过这个念头 但障碍也不小 这不是表明 我们干警对凶手束手无策吗 这脸丢不起呀 另外 别说在咱们省 恐怕在全国也还没有这个先例呀 董超说 咱们这儿的情况 它不是特殊吗 五个兄弟被人杀了 你再继续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事越来越大 然而张福田 还是否定了 他的意见 选赏 赏多少 三万五万 十万八万 局里现在为了破案 已经是负资产了 背着债呢 这笔钱从哪儿出啊 还是把精力放在破案上吧 到了公安局 董超没下车 叫司机直接把他送去了许铺乡 那是他负责包片蹲点的地方 下午在许铺乡 董超传达完县礼会议的精神 又逐个听取下面包村人员的汇报 直到天擦黑的时候 这个会才结束 大家都散了 董超也疲惫的站起来 准备去食堂吃晚饭 这时候啊 刚出去的许铺乡派出所所长 又急急忙忙的折了回来 他说 报告 董局长 发现一个可疑分子 这董超眼睛就亮了 怎么回事 有人反应 这人呢 年三十那天半夜 从县城回到村里的 说 他是去杀警察了 身上还带着一把斧子 两把刀 具体情况 现在还不太清楚 现在这人 已经被民兵控制在村委会里了 董超也顾不上吃饭了 抓起衣服就往外走 快 把人都叫上 出发 出门之后才想起来 许铺乡派出所的人呢 都被派出去摸牌重点嫌疑人了 这时候 除了所长 就是董超 外加一位司机 三个人 未免太少了点 董超领机一动 让司机拉上他 立刻往县城的方向赶 到了离许铺乡派出所最近的一个派出所门前 这车 嘎一下停下来 冲进屋里 他就看见两个民警正在那翻户籍档案 很明显 他们也在排查嫌疑人 董超没有一句废话 马上招呼两个人 把手头工作放一下 跟我去抓个人 两个人上了车 这心里还琢磨 上哪儿抓呀 抓谁去呀 一看这车开的 那个猛劲 立刻意识到 情况不一般 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村子 距离许铺乡政府所在地 二十多里 积雪道路坑洼不平 又窄又滑 这车开得也急 人在车里被颠得直蹦 脑袋一下一下撞顶棚 董超上车之后 就和张福田通了电话 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车开进村口 就见两个人在那儿等着 许铺乡派出所所长认识 他告诉董超 这是村里的民兵连长 还有小学校长 一行人随着民兵连长 和小学校长 走进路边的一个院落 大家这才发现 不是村委会 是一座小学校 走进校长室 办公桌的对面 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男孩那八九岁 女孩也就不过六七岁 小手小脸上 都是脏兮兮的 穿的衣服也很破旧 一看就知道 是贫困农家的孩子 而他们俩 就是民兵连长说的 举报人 室内只有两三把椅子 校长让董超和所长坐了 其他的人都站着 校长招呼那俩孩子 来 过来 把你们俩刚才说的 再跟这几位叔叔说一遍 两个孩子往前挪了两步 眼睛止不住的 总往校长办公桌的旁边瞅 这办公桌 靠近窗台的一边啊 有个盘子 里边放着几个苹果 董超明白 拿过苹果 往一个孩子手里边 塞了一个 温和的说 孩子 别害怕 说 怎么回事啊 男孩捧着苹果 抬头看了民兵连长一眼 民兵连长也催 你说呀 你后爹 那天是啥时候回来的 男孩说 是半夜回来的 缺黑缺黑的了 董超问他 他上哪儿去了 怎么半夜才回来呀 上城里去了 干什么去了 他说要去杀我舅 把我舅全家都杀了 你就是干啥的 叫啥名啊 我就在城里 是警察 一听这句话 董超觉着自己 后背的寒毛 都竖起来了 赶紧接着问 他当着谁说的 当着谁说要去杀你舅 和我妈打架的时候说的 你妈呢 民兵连长在一边 他妈没在家 小男孩也说 我后爹也要杀我妈 把我妈打跑了 你后爹 有枪吗 董超把手枪从腰上拔出来 给两个孩子看 你们见过这东西吗 俩孩子直愣愣地看了半天 过了一会儿男孩说 他有斧子 还有刀 两把刀呢 这么长 还说着还比划了一下 女孩在旁边 什么都不说 又低头啃苹果 董超看着他心想啊 这孩子 可能之前就没吃过苹果 眼下 看再也问不出来什么别的 他和所长交流了一下眼神 站起身来说 走 上村委会 两个孩子在后边还喊 你们快把他抓走吧 他天天打我们 还要杀我舅 还要杀我妈 你们把他抓走 到了外边 董超又问民兵连长 他家住什么地方 民兵连长说 离这还挺远呢 在大溪头 董超和所长说 你让两个人 去他们家搜查 一定要仔细 所长说明白 就让临时抓来的 两位民警 跟着小学校长 去他家搜查了 去村委会的途中啊 民兵连长又和董超说 这俩孩子的后爹 平时就心狠手辣 喝多了就打老婆 打孩子 好几回都把老婆打住院了 当警车开进村委会的大院 屋内外的气氛 立刻就改变了很多 董超和所长一下车 就都把枪拎在手里 先把村委会办公室 前后左右查看了个遍 之后 市移民兵连长在前面引路 董超和所长持枪进屋 屋里啊 有六七个人 书记 村长 坐在南边靠窗的办公桌前面 三四个年轻力壮的民兵 紧盯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罪汉 坐在北侧的土炕上 这个罪汉 相貌凶 不但凶 而且丑 一脸的横肉 喝得面红脖色粗 浑身冒酒气 他靠墙坐在那儿 眼睛里面充满了敌意 但是 两手空空 粗黑的手指 随意地搭在膝盖上 董超健壮 松了口气 但是脸上 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望 眼前的这个人呢 一看就不是他们要找的 这个人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一块豆腐 分分钟就能把他撕碎 而自己要找的 那是个洪水猛兽 绝不会坐以待毙 在这束手就擒 董超进屋之后 书记和村长赶紧起来让座 董超摆摆手 示意不用客气 然后坐到另一边 冷眼观察这个罪汉 沉默了有两分钟 董超和所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董超一声贺令 给我拿下 两个民兵猛地扑上去 把这罪汉按在床上 然后 把他的双臂反捡过来 等要给他上手铐的时候 却发现 出发的时候太着急了 谁也没带着 所长赶紧让民兵找来一根绳子 把这罪汉呢 五化大榜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候呢 去罪汉家搜查的两位民警也回来了 朝董超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董超明白 他们一无所获 罪汉被塞进了警车 当董超他们带着罪汉 回到许铺乡驻地的时候 局长张福田已经来到这等候多时了 听完了汇报 张福田沉吟一下 他说 这个人虽然没有列入重点 但是他有作案时间 不能忽视 这样 对他的家 再做进一步的搜查 再去一趟 老董你亲自去 超平 你也去 把所有的凶器 包括斧子和刀 都带回来 还有他的衣服 帽子 鞋 都给我带回来 拿到局里做鉴定 这个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外边零下二十多度 董超他们还没吃晚饭呢 但是也是二话没说 对所长他们一挥手 起身又上了车 这最悍的家 是两间破旧的泥草房 院子里除了两个空了的鸡窝 压架和一个小柴垛之外 房前屋后一无所有 老婆让他打跑了 两个孩子也送回了姥姥家 里里外外全都是静悄悄的 董超命令一个警察 把柴垛扒开 扒了得仔细点 一根一根的调 看看里边有什么 几窝压架全都调开 拿手电筒罩了一遍 什么都没发现 等进到屋里一看呢 搜查他们家太简单了 家图四壁 哪有什么一目了然 由于天气太冷 北墙呢 还有一片霜花 炉灶底下柴火堆旁边 有一把旧斧子 灶台上几副碗筷 一把菜刀 屋里炕上堆着一条破棉被 两只旧箱子 一个箱子里呢 装了几件破衣服 另一个箱子里 是半口袋玉米面和玉米茶子 还有半瓶白酒 房顶上连纸棚都没糊 几根梁托上面就是书戒杆黄泥的屋顶 唯一可疑的是屋子里地中间有几块木板盖着的土窖 老警察说刚才他已经检查过了 里面有一堆的土豆 几颗白菜 一把削菜的镰刀头 没有其他东西 尽管是这样 大家还是重新检查了一遍 把土豆 白菜 全都翻了个遍 搜查完菜窖 大家都看着董超 等他下命令返回 但是董超却半赏不说话 大家又都看所长 所长知道是指望我说话 他就跟董超说 怎么样 董局 撤吧 董超看着他问了一句 孩子说的那两把刀呢 所长掖住了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 董超来到外屋 对着灶台看了一会儿 让人把那口旧铁锅从灶上拔下来 搜查着灶堂的里面 老警察拿了一根棍子 在灶灰里使劲地扒了了一阵 没什么发现 又伸到炕洞子里边去扒了 这回呀 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他挽起袖子 把胳膊伸进去 在漆黑的炕灰当中 抓出来一把尖刀 从炕洞里扒了出来一把刀 大家一阵的惊呼啊 都非常佩服地看着董超 局长就是局长 啊 人家就知道这里边有东西 董超啊 也不知道 既然是要全面仔细地搜查 那就别留下死角 有枣没枣 先打三杆子 没成想 真扒了出东西来了 他马上下令 扒炕 农村的土坯炕啊 那都是十几块土坯砖 达成的 几个人拿斧子 拿刀 使连杂带扣 几下就把这炕面给挑开了 然后 对每一条炕洞 都进行了仔细地搜查 几个警察呀 都是一身灰满脸的土 跟下了煤矿一样 但是 却没有进一步的收获 大家都很失望 董超是最失望的 他多希望能在这炕洞里 再扒了出一把枪啊 五四的 看起来呀 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罪汉 也就是拿把刀 吓唬吓唬 老婆孩子 没辙了 董超只能让大家呀 再从土窖里 挖出点土来 井里打出水 活上泥 把这土炕的面 再给他搭上 这人 他不是杀人犯 罪不治扒炕 对吧 你扒开了 还得和点泥呀 给人家在墨上 要不然这传出去 公安办案 把人炕给扒不管了 这不好听啊 从罪汉的家里出来 该拿的东西呢 都装在一条破麻袋里 包括炕洞里搜出来的那把剑刀 其实那就是一把农村常见的杀猪刀 不知道这罪汉 为什么非得把他塞抗洞里 也许他是真怕有人说他有凶器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 董超他们回到许铺乡 人捆马发 张福田已经回局里了 江长还在等他们 看大家这样子呀 赶紧吩咐吃汤 多煮点热汤面 多放点姜丝 再多握几个荷包蛋 就在董超他们回房间 洗刷干净 出来吃面的时候 想派出所值班室的人呢 跑进来跟所长说 所长 有紧急情况 什么情况 说 有人来报信 说 看见刘老魂回来了 刘老魂是本地的一个地痞 好吃懒做 而且野蛮凶狠 不讲理 这个人呢 到什么程度 曾经抡铁敲 扇他老婆的嘴巴 因为盗窃被判过刑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他是这回许铺乡派出所排查的重点人物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 一直找不到他 所长请示董超 抓不抓 董超听了把手一拍 抓 出发 这次抓捕很顺利 他们进村之后 也是先去找到民兵连长 民兵连长带着他们 直扑刘老魂的架 房子包围之后 敲门喊话 这刘老魂呢 也失像 老老实实的自己走出来了 干警们进去把他家搜了一遍 就像在罪汉家一样 带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返回来 第二天 刘老魂被送到忽兰公安局 经过审讯 又经过取指纹等等一系列的鉴别排查 一个礼拜之后 罪汉和刘老魂都被放回去了 不是他们 这刘老魂回去之后啊 没有什么动作 变得好像比以前更老实了 但是这个醉汉呢 这大酒逆子 十多天没喝酒了 回去就先痛痛快快的来了一斤 喝多之后 直接去村委会 大吵大闹 还扬言要到省城上访 还找省长去告状 去喊冤 没办法 许瀑香派出所呀 又去了一趟他家 连哄带劝带吓唬 这算是好了一点 但是下回喝多了什么样 谁也不敢说 没办法 他就是这样的人 时间过得飞快呀 转眼间就是三月初了 忽兰的这个春天 给人的感觉 是阵阵的刺骨冷风 迟迟不见转暖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 这叫春脖子很长 刘志勇被害案件发生之后 忽兰公安局的刑侦人员 和省公安厅防暴队员若干人 在刘文家附近埋伏了十多天 没见什么动静 大多数人撤离了 每天只留下两个人 继续的监视 在刘文家北面 阁道住着忽兰本地的 老工人陈久明 陈师傅也是五十多岁 几个闺女都出嫁了 平时呢 就他和老伴两个人在家 大年二十八 那天晚上大概八点多钟 老伴在厨下收拾碗筷 陈师傅呢 坐在里屋看电视 这时候 邦邦邦有人砸门 陈师傅开门一看呢 是个老人 这年纪肯定要比自己大好多了 胡子上还挂着冰花 这脸呢 冻得敲青 这是北方土话 估计南方朋友听不懂 冻得敲青 冻得缺青 都可以 说晚上啊 敲黑 缺黑 就是特别的意思 表示加重语气 确实特别黑 确实特别清 陈师傅就问着满脸敲青的老人 您找谁啊 老人说呢 我找原来住在这儿附近的张老妮 快过年了 我想来看看她 这没想到搬走了 跟老弟打听打听 知不知道她搬哪儿去了 老人说着呀 这脸上还透露出黯然的神色 陈师傅一看她都冻成这模样了 得了 进屋说话 您先暖和暖和 老人呢 赶紧感谢 谢谢 谢谢 跟着她进屋之后 摘下狗皮帽子 露出花白的瓶头 陈师傅又赶紧给她 递了一杯热茶 老人两手接过 直说感谢 看她喝完茶 陈师傅又滴上一根烟 自己也点上一根 两个人一边抽 一边唠 她问老人说 张老妮搬走大半年了 你俩认识 她没告诉你啊 没有 她当初帮过我 但是后来离得远了 就不怎么来往 今年我这手头上宽裕了 给她带了点东西 陈师傅也注意到 老人进屋之后 把一袋东西 靠着墙边放下了 陈师傅说 我也不知道张老妮搬哪了 这周围 或许有人知道 老人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坐在那儿喝茶 抽烟 拿眼睛打亮了 这屋子一圈说 你这房子挺好啊 宽敞啊 啊 我们俩住就宽敞点 孩子要是回来 就不这么宽敞了 又坐了一阵 似乎是抽完了烟 也喝够了水 也暖和过来了 老人站起身 戴上帽子 和陈师傅道别 我走了 老弟 张老妮搬到哪儿 我过完年再打听 说完 他就出门走了 陈师傅回到屋里的时候 还纳闷 奇怪呀 他刚才这谈话 似乎没怎么对张老妮 特别上心 知道对方搬走之后 也没细打听 他到底搬哪儿去了 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更让陈师傅心里发闷的 是那个人的眼神 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一般来说 年纪大点的人 都有点老眼昏花的样子 可他却不一样 眼睛后边 总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 电视里好节目上演了 陈师傅和老伴一起坐下来看电视 刚才的事就抛到一边了 坐下没有多长时间 就听见外边砰砰砰 传来三声枪响 陈秋明怎么知道啊 他年轻的时候啊 也当过民兵 所以也能辨别出枪声和鞭炮的区别 当时他心里就咯噔一下 再想听啊 好一阵没动静了 他起身转到院子里 四周围静悄悄的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似乎是自己听错了 真是炮啊 想了想 又回到屋里 接着看电视 可是 不到半个小时 大批的警车 摩托车 呼啸而来 他这才知道 前院 出事了 当时他心里就划过一个念头 是不是刚才来的那个生人呢 但是他马上又把自己否定了 不太可能 那么大岁数了 我看他走路都费劲 能干这种事 到第二天 他又把自己的怀疑给老伴讲 老伴说他是神经病 那老头得有七十多了 走道直打晃 脚底下自己扮自己 刘志勇三十来岁 身强力壮 那老家伙能是对手 你就别往那瞎猜门了 这人呢 就是这样 心里犯嘀咕的时候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旁边的人要是说是 哎 你可能就往是那想 拿他当个事了 旁边人要是说 别瞎琢磨了 没有的事 哎 您就会把这事啊 扔到一边 陈师傅呢 也是这样 听老伴这么一说 他就把报案的想法 给放下了 心里琢磨 得了 别没事找事了 这些天 厂里啊 街道啊 连续召开发动群众会议 动员大家 举报任何一件可疑的事情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陈师傅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他终于决定 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报告给警方 但是他也担心 怕是自己多疑 给公安局添乱 也怕给自己惹麻烦 他决定 说 也只能当着公安局长一个人说 是对是错 让局长去判断 赶上周三休班这天 陈久明来到县公安局 门卫值班室的人拦住他 问他要找谁啊 他说找张局长反映情况 值班员告诉他 局长开会呢 给您换个人行不行 老陈说不行 我是专门找张局长的 这事我只跟他说 你们要给我找啊 我就说 要不给我找 那得了 我不说了 我要回家 值班员一听 这是哪出啊 得了 万一是真有重要的事情呢 就说呀 您呢 进屋 坐会儿 我给二楼打个电话 让他们给局长报告一下 看看有没有时间 啊 没成想 电话打过去不大的功夫 张福田局长亲自下楼来了 把陈师傅领到自己的办公室 给沏上茶 递上烟 这让陈师傅啊 是又感动 又有点慌乱 喝上水 抽上烟 把气喘匀了 一五一十的说出了大年二十八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张局长 不瞒您说呀 那天晚上外边枪一响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就琢磨着会不会 你是 哎 我是真那么想来着 老陈啊 你怎么不早点来呀 这都过去二十多天了 我心里没底呀 拿不准呢 到现在我也拿不准 你心思心思 他都六十多 快七十了 能干了这事 可我又觉着吧 他那眼神 跟别人不一样 那 你看他 会不会是化妆成老头的 本来是三四十岁 化妆成六七十岁 那不可能 不可能 那天晚上 我们俩坐得近 我看得清楚 人要是老了 藏不住 脸上能画 那脖子 手 你咋画呀 你瞅瞅我 我脖子上 手上 这青筋 这皱纹 藏不住 那个人 比我还老呢 那 你看他像是干啥的 像农民吗 他 穿一身黑 棉袄 棉裤外边 都有照 陈师傅回忆说 他说 是我的老亲 像是从我老家来的 可是我咋看他 也不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庄家人 他 不不是农民 那你看他 像不像个干部啊 比如说厂里的干部 机关的干部 退了休职后那样子 也不像 干部我见过 他不像 倒有点和我差不多 就像是城里的工人 可是又有哪儿奇怪 我说不出来 你住没注意他带着什么东西啊 他带着一个兜子 那里边是啥 不好说 等陈师傅把知道的全说完 张福田起身 把他送到走廊里 和他握手道别 马上又回到会议当中 把这个情况 和破案领导小组的成员 说了一遍 刘也听完之后 陈思片刻 拿手一拍桌子说 也许我们的误区啊 就在这儿 六十岁 我们以往侦查的范围 都是六十岁以下 六十岁以上的 全都漏掉了 坐在刘也左边的 省公安厅行政专家 高级狠简师 崔道直摇头 说 六十岁以上的可能性啊 有 不大 很明显 张福贵 贺瑞臣 刘志勇 这几个干警 都是三十多岁 身强力壮 除了贺瑞臣 其他两个 都有过直接搏斗的过程 那如果是六十多岁的人 能有这样的身手 即使是特警 特警到了六十多岁 也够呛能跟三十多岁的搏斗 另外呢 在八雁县万发镇 贺瑞臣的家里 程老师和王敏母女 三个人都和凶犯当面相对过 他们都认为 他看上去三十多岁 董超说 在贺瑞臣的家里凶犯出现的时候是蒙面状态 程老师他们当时处于高度紧张 是不可能看清准确年龄的 说三十多岁 那是感觉 不是看出来的 一个人的感觉 在特定场合下可能会有误差 程老师加上王敏母女三个人 男女都不一样 如果三个人感觉全一样 那恐怕就没有多大错了 崔道直的推理和辩论 总是很有逻辑性 董超他们虽然不完全服气 但是辩不过他 逻辑是逻辑 争议归争议 大家还是更注重实际 眼下这种情况啊 还是有早没早打散干子 把侦查范围扩大到忽兰县 七十岁以下的男子 逐一排查 同时特别要注意查找 陈师傅反映的这个人 根据陈师傅的印象 第一步重点在城里排查 从最后两起案件分析 凶犯作案之后消失的那么快 极有可能是忽兰内有藏身之处 除了取指纹 还增加了身份证照片审队一项 当时制作居民身份证的工作 刚刚在省城开始试点 周边事先按照计划 要到第二年才开始进行 经过破案领导小组请示 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省公安厅决定 率先在忽兰开始试点 从省城调集力量 为忽兰18岁以上全体居民 制作首批身份证 这项工作按照居民户口所在地 在忽兰县的所有派出所 设置专项工作站点 同时进行 果然很快就有了收获 那天晚上陈师傅家的老人 找到了 但是当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这名老者呢 叫李瑞镇 是火柴厂的一名退休工人 他来找张老妮 不是来表示感谢 而是来寻仇的 好多年之前呢 李瑞镇和张老妮 都是火柴厂的工人 俩人关系还不错 到后来呢 李瑞镇发现 张老妮 跟自己老婆不清不楚 你这给我扣绿帽子 两个人为这事打了一架 但是 捉贼捉丧 捉奸得成双 李瑞镇 并没有把两个人摁在过床上 所以张老妮是死不承认呢 你血口喷人 李瑞镇没办法 他把心一横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 从此以后 老婆和张老妮之间 还真就没什么联系了 就在半年之前 李瑞镇的妻子过世了 临走的时候 终于承认了自己当年出轨 对方就是张老妮 老李呀 我对不起你 漫漫人生路 谁不错几步 我走错过 他抓着李瑞镇的手 祈求丈夫原谅自己 老李看着妻子 这马上就要回去了 别让他走的时候 闭不上眼呢 就说 都过去了 这么大岁数了 原谅你了 但是 把妻子送走之后 他心里边 仍然有一根刺 最后 他决定报复张老妮 利用以前学的知识 做了个土炸药 决定在大年二十八这天 带着炸药来张老妮家 与之 同归于尽 可没想到 对方搬走了 人哪 有时候就是让一口气 给顶着 这口气只要不泄送 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但是 如果失去了报复的目标 仇恨的对象 这口气一泄呀 也就没那么冲动了 老李当时就是这样 一看张老妮搬走了 再一想老婆也走了 就生四个七十来岁 老头拎着一兜子炸药 我这干什么呢 得了 拉倒吧 进入四月份之后 湖南县的冬天 终于彻底过去了 然而 周年山和王小青 也在这时候 要离开了 并不是说 他们另有大案要破 而是周年山的身体 出现了问题 必须要回到北京休养 在哈尔滨机场 白景富等人 为他们送行 周年山和谢小青的脸上 都带着遗憾 他们明白 自己没有完成任务 但是 眼看凶手 已经快两个月 没有作案了 而案子始终也不能上线 他们留在这儿 也只是徒增烦恼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两年之后 周年山病逝了 去世之前 仍然念念不忘 湖南八宴 系列残杀公安政法干警案 周年山认为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是狱警 湖南县公安局 就在狱警家的附近 开始了长时间的蹲守 蹲守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 尤其是冬天 长时间窝在一个地方 人慢慢地就冻僵了 想起来活动一下 又怕惊动罪犯 同时要细心地观察 不能漏过一点蛛丝马迹 一般的蹲守 可能要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 而这一回 足足持续了将近两个月 一直到六月底 凶手都没有再次作案 让张福田失去了信心 把蹲守的人员 全都撤了回来 转眼是1988年7月份了 距离这个案件的首案 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刘野布置新一轮的排查 这回的排查重点 放在了贺瑞辰的身上 因为贺瑞辰在这一串杀井大案当中 显得非常特别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八雁县的 凶手第一次和第三次作案 都选择忽兰县 唯独枪杀贺瑞辰是在八雁县 八雁县县忽兰虽然近 但是贺瑞辰却非常的警惕 他并不是一个适合的目标 所以凶手如果不是和贺瑞辰有 深仇大恨的话 不会选择他 这么一来 抛开其他四起案件的串并不谈 如果从贺瑞辰的人际关系当中 履出这个人来 就能够带破全系列的案件 忽兰八雁警方密切配合 梳理出了近百条线索 但最终全都被否定 警方呢 又改为从他的家属身上寻找突破口 又是小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到了八月下旬 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美丽的秋天要来了 忽兰看守所管教甲午房 也渐渐地松了口气 这天下午 甲午房从看守所返回家里 到家马上把院门锁上 他的家在忽兰县的东南角 家里的院门并不十分牢固 自从县城里连发大案 他也不得不小心的地方 特别是县公安局 针对御警家开始蹲守之后 他在院门里边加了一道暗锁和一个链子锁 又把一张行军床啊 拉到了距离院子门比较近的里屋门口附近 免得有人敲门他听不见 里屋门呢也加了一道暗锁 房只让人一拽就给拽开 他家的格局在东北地区比较常见 都是一个不大的小院 一侧有个门房 但是他家并不是单门独院 两边全住着人家 所以他的安全情况要比马福林和董超的家好一些 但是他仍然不放心 每天晚上都要把菜刀放在身边 有一天晚上 甲午房在睡梦当中听到了细微的声音 作为一名狱警 他非常警觉 一下就醒过来 右手抄起菜刀 左手拉亮了房间的灯 就在灯亮起来的同时 那轻微的声响也消失了 他借着月光看看手表 凌晨一点半 他侧着耳朵细听 把手拢在耳边 借助这个手型啊 接收声波 但周围仍然是寂静无声 这个时候 他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睡迷糊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呢 但是他不敢放松 就这样 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开着灯 拎着菜刀 盯着院门 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 邻居们起来之后 他才推开自家的院门 门外 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 门边上的明显的翘痕 证明昨天晚上 他听到的声音 绝不是幻觉 这个事情很快汇报到了专案组 刘爷 张福田和董超 马上赶到现场 很快 将对案的痕迹专家崔道直 也赶到了忽兰县 崔道直查看之后认为 敲门者使用的工具是斧子 而这把斧子和第三起案件杀死马福林家的斧子 是同一款 但是从窍门留下的残留物里 没有发现人血 所以不能肯定是同一个人干的 但是刘爷他们也认为 很可能是凶手把这斧子很认真地刷洗了 才没有检测出血迹 最终呢 这个事也被列入到了 忽兰八雁系列残杀公安政法干警案当中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就在专案组紧锣密鼓的开展新一轮排查的时候 一起更加恐怖的杀警大案 在哈尔滨发生了 9月2号星期五早晨8点 家住南港区比勒街118号院的 哈尔滨南港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王于傅 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班 王于傅当年54岁 长得很面善 他不是本地人 出生在江苏无锡 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 远离家乡数千公里 到哈尔滨来完全是为了工作 走出家门没几步 来到了位于楼外的小平台上 王于傅家住的是楼房 这种楼的二楼以上的住户呢 进出楼道需要走一段外楼梯 而一楼的住户则直接走靠马路一边的家门就可以了 当王于傅来到小平台的楼梯口准备下到一楼的时候 一个深色衣服打扮的人猛地从楼梯脚里拐了过来 对准王于傅的腰上 碰就是一枪 疼啊 王于傅吃痛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刚想拔出腰上的五四环机 凶犯紧走几步 对准他的头 又开了一枪 王于傅当场牺牲 之后 凶手把王于傅的五四式手枪抢到手里之后 马上逃之遥遥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在光天化日之下 歹徒枪杀民警抢劫枪支 而且发生的时间是早晨八点钟 这个时间绝大多数成年人都要出门上班 所以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 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想跟上去抓坏人 但是凶手拿手枪一比划 几个人都停住了 你上去多少人也没用 他有两把枪 而对方趁这个机会 逃之遥遥 接到报案之后 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永才 和刑侦处处长张新峰 立即带领卢洪席等人赶到现场 这时候 现场周边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由于忽兰和巴燕连续发生杀精惨案 所以江北出了个忽兰大侠的消息 早已经在哈尔滨传开了 几个月以来 对士陵男性指纹的排查 更是坐实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现在呢 忽兰大侠来到江南作案了 于是 在成千上万观众的恐惧 怀疑 兴奋和猜测的目光当中 公安机关开始现场勘察 现场采集到两枚弹壳 侦察员戴着手套 拿镊子夹起来一看 凶手使用的枪支 是7.62毫米 长17毫米的手枪子弹 这种子弹呢 可以用在六四式手枪上 而之前法警吴振亚被抢走的 正是一把六四式手枪 想到这儿 他立刻向陈永才和张新峰 做了汇报 当时两个人正在现场周边观察 一两名老侦察员的眼光来说 这实在不是一个作案的好地方 比勒街118号 这是哈尔滨绝对的市中心 距离黑龙江省政府 和省公安厅所在地 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 然而凶手毫无顾忌 不但杀死了王渝富 而且还抢走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在简单观察 他走访了现场周边的情况之后 两个人认为 是忽兰系列杀警案凶手作案的可能性啊 非常小 但是具体的情况 还需要对现场遗留的弹头进行检验 这个时候 得到消息的白警赋以下的省公安厅领导 也都赶到了现场 经过紧急商议 成立了以陈永才为核心的破案指挥部 并立即下达数道命令 第一 立即封锁哈尔滨的主要交通要道 对进出市区的人员进行严格检查 避免歹徒携枪外逃 第二 对本地的小旅馆和打工者租住的聚集区 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上报 第三 根据案发现场周边目击者的描述 立即对符合凶手特征的人员进行排查和辨识 第四 让哈尔滨的副局长刘爷 立刻回到哈尔滨 共同分析案情 在凶犯作案之前 就有很多人看到他在现场周围徘徊 只是没人注意 而他逃跑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他逃跑的路线 在这种情况之下 破案指挥部立即阻止人手进行追赶 通过沿途查访 可以确认凶手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环境很熟悉 七拐八绕 走的都是小街小巷 很快就甩开了追踪他的人 而哈尔滨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一旦凶手在某个地方换了衣服 再混入人群 想在几百万人当中发现他 真是大海捞针一样 哈尔滨再次发案的消息也传到了忽兰县公安局 刘野 张福田和董超闻讯之后 立刻从忽兰赶到了哈尔滨 时隔半年 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会议室里 高规格的案情分析会再次召开 陈永才向与会人员通报 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 痕迹专家崔道直 已经认定枪杀民警王于复的枪 正是前一年12月22号 法警吴振亚被害的时候 被抢走的六四式配枪 现在虽然还不能确定在哈尔滨 连续杀害两名警察的凶手 和忽兰八雁系列杀警案的凶手 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15个月的时间内 哈尔滨和夏侠的两个县 连续发生七起杀警大案 死亡13人被抢走四把配枪 除了张福贵的配枪 在贺瑞辰的现场被找回 其他的枪支都在凶手的手里 这对整个黑龙江 乃至全国的社会治安 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张新峰站起身来 开始对王于复案件的 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讲解 他首先介绍了现场所在位置 以及之前走访目击者的时候 得到的信息 之后开始自己的分析 他说 根据现场的情况可以判定 凶手的目标就是抢枪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凶手已经有一把枪了 为什么还要抢 我认为啊 第一种可能是他先上一回 抢的六四手枪威力不够 他需要一把威力更大的 第二呢 他不是一个人作案 还有同伙 再抢一把枪 有利于下一步的犯罪 白警复要求大家尽快破案 如果拖得太久 目击者的记忆会变得很模糊 所以必须尽快地开展调查工作 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展开人海战术 对犯罪分子可能经过的街道 进行地毯式搜访 对辖区内所有重点人口 适龄人口 进行地毯式排查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 丝毫没有线索 不少人心里都有点担心 会不会像之前发生的六起杀警案一样 警方又是无功而返 然而案情的转机来的也是非常的突然 1988年9月中旬的一天 公安局接到报案 说在哈尔滨松花江大桥附近的一个土堆里 发现了三把手枪 警方赶紧到现场把手枪带回来 通过检查对比 其中一把是法警吴振亚的配枪 一把是民警王于复的配枪 还有一把是自制手枪 通过检验 这把枪确实能够激发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子弹 陈永才要求在现场 24小时进行不间断的遁守 务必抓住案犯 到1988年9月23号 晚上8点多钟 一个黑影果然来到了埋枪的地方 这个人非常的谨慎 左顾右盼 同时看地上的痕迹 有没有人来过这儿 这一点警方也是早有准备 对当地的环境啊 进行了还原 你看不出什么来 黑影没有发现什么 放心大胆地开始挖掘 这时候三名躲在暗处的干警冲出来 直接把他给扑倒了 黑影想要反抗 但是干警们没有手下留情 很快地就给他靠上了 杀警抢枪的嫌疑人被抓住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哈尔滨市 公安干警的耳朵里 大家都是无比的振奋 经过图审 这名嫌疑人叫王辉 是黑龙江省城镇房屋开发公司的一名工人 本来呢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持穿不愁 但是他做着一夜暴富的梦 1987年上半年 他用自己的车工技术 制作了一把能够激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死弹的手枪 并且还弄到了几发五六式步枪的子弹 这个时候 江北的忽兰和巴燕连续发生杀警大案的消息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觉着 这是个浑水摸鱼的机会呀 于是连续两次杀警抢枪 第一次杀死吴振亚之后 抢到了六四式手枪 他嫌威力太小 这次又挺而走险 抢杀王渝副警官 抢走了他的五四式手枪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刚刚过了二十一天 就落进了法网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呀 还出了一个事 哈尔滨市公安局和忽兰县公安局 联手侦破了另一起特大盗枪案件 1988年7月13号晚上 忽兰县武警黄金部队军械库被盗 九市五六式冲锋枪两把和五四式手枪五把 9月19号 案犯李立群 王小陈 王小陈和吴忠良先后被抓获 王辉的落网 军械库被盗案的侦破 都让哈尔滨乃至忽兰八雁的警察 感觉扬眉吐气 但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情况是 忽兰八雁系列残杀公安正法干警案件的凶手 还没有抓获 那个人呐 仿佛就是悬在警方头上的一把巨斧 随时随地都可能再落下来 春去秋来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1989年 距离王辉枪杀王渝副警官 已经过去了五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之内 忽兰县公安局会同巴雁和哈尔滨两地公安局 对辖区内的士林男子又做了全面的排查 结果仍然令人失望 在破火王辉杀人案之后 广大干警的斗志一度是非常的高昂 但是长达五个月没有任何进展 很多人又开始懈怠了 各级领导也知道 队伍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并没有对手下过多的苛责 这个时候忽兰县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国家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 刘文是一位老刑侦 从1949年开始 他就从事指纹的鉴定和管理工作 直到成为公安部刑侦局的局长 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刑侦经历了 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参与1952年 黑龙江泰来县九师起案 1955年天津奸杀幼女案 1953年辽西省锦西县杀人抢劫金库案 咱们加个小注释 这辽西省啊 是当年锦州解放之后 设立的一个省份 省会就是锦州 很短暂 后来又作为第一负责人 指挥抓捕东北二王 可以说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刑侦专家 这一回再去忽兰县的路上 他这心里也是很沉重 1987年6月到现在 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这个案件迟迟没有侦破 让他的心里也很焦虑 到哈尔滨之后 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 见公安厅长白景复 和刑侦处处长张新峰陪着 马上又赶到了呼兰县 在呼兰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 刘文 白景复 张新峰 崔道直 刘也 张福田和董超等人 开了一次案情分析会 重点就是分析忽兰大侠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文虽然在北京 但是由于刑侦局的两位副局长 董中行和周年山已经先后出马 所以对这个案件还是非常了解的 他分析说 第一 凶手选择的谋杀对象啊 具有职业共性 而且不是广泛的 而是极有针对性的 五起杀人大案 其中四起针对公安干警 一起针对政法干警 用专杀警察四个字概括 是合适的 第二 已有的五个现场 凶手对财物没有任何翻动 对女性也没有任何的侵害迹象 可以说 凶手除了在第三起案件当中 骑走了两辆自行车 再没有多余的动作 他的目标只有两个 杀人和强枪 第三 凶手的身份有两种可能 一是受过打击处理的人员 杀人的目的是报复 他先袭击公安人员 后袭击法院民警 之后又有可能想杀狱警 好像是按照受打击处理的程序 施以报复 第二种可能 这个凶手是公检法内部人员 这也是至今都不能完全排除的一种可能 尤其是第五起案件 凶手对被害法警家的情况极为熟悉 所以刘文认为 必须对这一类人进行第二次排查 免除后患 大家讨论之后 在分析会进入尾声的时候 刘文却突然提出一个 非常让人想不到的观点 凶手 也可能不是一个人 这话让大家很吃惊 刘文说 在我看来 虽然从作案的目的上 五起案件凶手目标一以贯置 就是报复杀人 然而 这里我认为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呢 前两起案件都是发生在忽兰县城之外 其次 凶手杀人之后 是不是真的没有多余的动作 其实是有的 那就是骑走了两台自行车 在贺瑞辰的案件当中 凶手抢来的枪已经被击落一次 他是否还敢这么干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多余的动作 都可能带来更多的目击者 尤其是半夜骑着两台自行车的人 更容易被人注意 杀死贺瑞辰之后 到凶手扔掉衣服的地方 有七公里的距离 而两台自行车距离案发现场 只有六公里 从这点上来看 凶手似乎没有必要放着安全的方法不用 而兵行险招 第三 凶手后三次作案 都是发生在忽兰县城里 这说明他很有可能就在忽兰居住 或者曾经有过长时间的居住和活动 否则不可能对忽兰县这么熟悉 最后就要谈到凶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抛开之前提到的不说 从作案手段上看 他似乎非常的残忍 对我们公安干警有着彻骨的仇恨 同时他又非常冷静 在作案发生意外的时候 总是以最简单最明智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样的人 会是一般人 凶手能做到这一点 上班一天 上班一天 上班之后 忽兰县公安区局长张福田 漫步在初夏的忽兰县城里 案发已经足足两年了 面对杀死11人重伤1人的一个系列杀警案 忽兰县县公安区 咱们简短解说 忽兰大侠也就是忽兰八宴系列残杀公安政法干警案 到今天 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悬案 没破 到今天都没破 由于这个案件过于恐怖 很多年来警方没有向社会公布 忽兰这个系列案件彻底改变了五个家庭的命运 被害的张福贵一家五口 只有二女儿侥幸活了下来 他的腿上仍然留有一条非常长的伤疤 看起来触目惊心 他家的远房亲戚说 他们一家为人非常和善 张福贵和妻子孟凡杰 都是许铺香小学的代课老师 由于工资太低了 张福贵才去当了警察 没想到遭到如此横祸 当时他当警察不过是两三年 只是维持治安的民警 根本没有勒索他人的事情 孟凡杰的两名学生呢 也都曾经证实 孟老师也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来 张福贵不是什么恶警黑警 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跟咱们没有什么区别 警察珠海也只是普通的民警 他被害之后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 处境一度非常的艰难 如果没有忽兰县公安局的帮助 这个家几乎都不能够维持温饱 珠海被杀之后一直没有抓到凶手 让这个家庭非常的痛苦 听说已经离开了忽兰县 现在您看看网上这个案件的评论呢 很多都是拍手叫好 幸灾乐祸杀得好 小炫风 我呢 还是持我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心胸狭隘 极度残忍的变态杀人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